大家好,下面呢,我们讲一讲BEC终极听力中最常考的一个场景,那就是国际贸易场景,International Trade 这个部分呢,我们主要分三个小点 第一,国际贸易的流程,Flow Chart 第二,国际贸易场景中常见的考点 第三,国际贸易场景真题的经讲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际贸易的流程,Flow Chart 任何一本国际贸易的书,或者是国际贸易实务方面的教材,都会告诉你国际贸易的流程,有出口流程,有进口流程 我们这里呢,不需要了解特别复杂的流程,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些国际贸易的一些常识 国际贸易的流程呢,主要分三个步骤 那就是inquiry,offer和counter 这三个单词,你也会在很多国际贸易英文的书上看到 inquiry,如果朝着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单词是询问的意思 在写作中,有一种信函叫做letter of inquiry,叫询问信 每个人都有了解信息的这样的一种诉求 所以说呢,询问信是贸易活动的开始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但是,对于买卖双方,或者对于潜在的买卖双方而言 询问哪些信息呢,当然是询问跟产品相关的信息 而价格呢,又是产品信息中最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有人管这种信函叫做询价信 就是letter of inquiry,叫询价信 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潜在的买家和卖家 仅仅询问价格是不够的 他还要了解跟产品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产品的质量,购买数量,产品的规格以及功能 包括售后服务等等 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信息 那么就像一个包裹一样 所以呢,有人管询价叫做询盘 那么询价信又叫做询盘信 所以我们可以说询价或询盘呢 是一切贸易活动的起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叫做offer 正式的一种说法呢,也叫做quotation 它的动词是quote offer或者是quotation的意思呢,是报价 一方询价,另一方叫报价 当然也可以翻译成报盘 对于接到询价或询盘的厂商来说 那么呢,他们要报出他们能够提供的价格 当然仅仅报出价格也是不够的 还要报出跟产品相关的很多信息 比如说产品的质量 产品的技术参数 产品的规格 包括售后服等等方面 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询盘 当然呢,报价可以采用口头的方式 也可以采用书面的方式 包括信函,包括传真 如果是信件的话 那么就叫做报价型了 叫做letter of quotation 一方询,一方报 那么之后做什么呢? 之后就是要counter了 counter这个词啊 一般翻译成还价或还盘 counter这个单词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 这个单词是柜台的意思 比如说通过柜台买卖 可以说over the counter over the counter 简称OTC 当你听到OTC这三个字母的时候 你会感觉听起来非常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在药店里有很多药盒上面都有OTC 这三个字母 对,它就是非处方药的意思 意味着这些药可以在柜台上自由的买卖 不需要医生的处方 所以over the counter是通过柜台的意思 柜台买卖来往就像是还价和还盘的意思 所以这是第一种理解 第二种理解 你会发现counter这个词 它是一个词根 表示相反方向的意思 比如说一方叫part 另一方叫counterpart 相反一方的意思 所以有人管环盘叫做counteroffer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国际贸易有点枯燥无味了 其实非常有意思 国际贸易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 至关重要 咱们国家是以出口为导向型的一种经济模式 咱们国家每年可以达到10%的GDP增长率 因为我们国家每年有大量的出口 而且在进出口过程中我们保持的顺差 说到了出口不得不提一下 当我们在出口的时候 意味着国外的这些买家要从中国去购买产品 无形中呢 我们可以赚到外汇 而且也可以为国内创造就业 说到了国际贸易 你会发现 一个国家如果想快速的发展 大跨步的向前发展 必须依靠贸易 必须依靠出口和进口 在2007年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 叫做大国崛起 讲的就是全世界目前最发达的八个国家 是如何通过发展而崛起的 有三个国家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是16世纪17世纪的西班牙 一个是18、19世纪的英国 还有就是20世纪的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可以说是 当时那个时代的世界的霸主 先说西班牙 当时的西班牙掌握了全世界最发达的航海技术 他们可以开着船 把他们的人以及货 包括他们的一些原材料 带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去 其实最初的国际贸易形势应该是海盗贸易 那么很多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其实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西班牙掌握了制海权 由此变得非常强大 之后呢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王 叫做维多利亚女王 这个女王非常了不起 她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国家的管理和建设 所以她终身未婚 美国人呢 为了纪念这个女王 那么把一个州的名字 名称为Virgin 就是Virginia Virginia州的来历 那么维多利亚女王呢 通过努力 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使英国建立了制海权 由此开始了英国的殖民地扩张 英国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记作为日不落帝国 因为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无论是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 其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 就是现在的国际贸易 英国呢 从殖民地购买廉价的原材料 以及劳动资源 之后呢 生产将产品卖到其他殖民地去 然后将资本输回国内 当时的英国在全世界是最富有的 当时有一个公司非常的有名 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叫做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他们在买卖过程中 不但去买卖农产品 纺织品 顺便呢 也去买卖一些鸦片 所以爆发了鸦片战争 所以这个公司的名气不是非常好 但是它确实就是当时的一个贸易公司 也是一个炮国公司 之后呢 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 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霸主 有历史的原因 二十世纪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爆发的前夕 美国并没有参加这场战斗 而是为战争的双方 以及战争的各方提供战略物资 当时全世界通知的都是Made in America 美国制造 当然后来美国也穿战了 在战后呢 二战的战败国 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德国 那么这个国家呢 要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 而且战后要重建 这时候呢 美国要继续为这些战败国 提供战略物资 当时很多战败国所使用的产品 都是美国制造 之后呢 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爆发二战前夕 美国依然没有参战 还是为战争的双方提供战略物资 之后 日本偷袭了珍珠康 使美国不得不参战 美国在参战过程中 依然为战争的各方提供战略物资 全世界都是美国制造 二战结束 全世界凡是参加二战的国家 都要重建 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那么美国继续为他们提供战略物资 全世界都是Made in America 美国制造 通过两次世界大战 前后将近50年的时间 美国取代了英国 成为了世界的霸主 而且美元替代了英镑 成为了全世界 流通最广泛 也是最稳定的一种货币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际贸易中 报价通常是用美元来报价的 有人说21世纪属于中国 那么这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现在充实的都是中国制造 说到了发展 不得不提一提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有的国家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韩国 韩国呢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 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国家 那么到了1988年 汉人传言会 韩国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 到了1997年 亚洲进入危机之前 韩国应该是一个标准的 中等的发达国家 到了2002年 韩人世界杯的时候 韩国已经将很多很多国家 甩在了后面 有人说韩国比中国发达20年 这样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的确 韩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商业方面 都是非常的发达的 但是韩国旁边还有一个国家 也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朝鲜 朝鲜的发展就相对滞后一些 因为他们长期封闭 进口口贸易呢 没有得到态度的发展 其实呢 无论韩国和朝鲜 都非常依赖于中国市场 事实上 朝鲜呢 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和消费品 举个例子 朝鲜呢 是一个自行车的消费大国 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大批量的自行车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 全世界有70%的自行车 都是中国生产的 那么全国有70%的自行车 都产自于咱们国家的天津 那么朝鲜人民政府呢 成立了一个国有的贸易公司 专门经营自行车的一个进出口贸易 这时候呢 他们向中国的自行车生产厂商 发出了寻盘信 希望购买呢 十万辆自行车 寻盘信发出之后 有中国的很多厂商都收到了他们的寻盘信 于是开始爆盘 那就是offer 哪些企业收到寻盘信的呢 比如说 有一个品品牌叫做Figure Flying Pigeon 还有呢 就是永久 Forever 还有呢 就是凤凰 Phoenix 他们都爆出了自己产品的 相关优势特点 以及价格 这时候呢 中方企业爆出了 他们不同规格产品的价格 有的爆出了500块一辆 有的爆出了300块一辆 还有的是150或者是100块一辆 当然 朝方呢 会选择价格相对低廉 或者是性价比相对高的产品 但是呢 他会要求中方呢 能够邮寄样品 样品呢 叫做Sample 这个词 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 我们到超市 你会发现 有一些卖面包 卖肉 卖这个熟食的一些产品呢 都会有Sample 样品 样品呢 多为免费的 所以叫做Free Sample Free Sample 这时候呢 朝方要求 爆盘的中方的自行车厂商呢 能够邮寄样品 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纺织品 或者一些廉价的产品的话 样品还是可以邮寄的 但是自行车 这样的相对高昂的一些产品 很难邮寄免费的样品 即便样品是免费的 那么邮寄费也是不费的 所以中方呢 并不同意邮寄样品 之后呢 开始跟朝方啊 进行谈判 就是Counter 你来我往 那么双方呢 都做出了让步 和做出了妥协 双方也开出自己的条件 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negotiation 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其实谈判呢 就是寻盘 爆盘 还盘 删者 网服 并且穿插进行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 寻盘 爆盘 还盘 是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的 也可能是通过口头的方式进行的 那么之后就引出了展会 这种场景的一种存在 这时候呢 中方呢 要求呢 什么呢 朝方能够到中国这边来进行实地考察 那么办了一个自行车的展会 朝方呢 接到了邀请函 就来中国的某个城市 举办展会的城市 进行了实地考察 一方面的货币参加 一方面呢 可以将样品呢 进行试用 当然自行车就是实验了 在参加展会的过程中 从而达成意向 所以说呢 展会 Trade Fair 也叫Trade Show 是买卖双方沟通的一个平台 可以大大的降低贸易沟通的成本 增加贸易沟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以及效率 最终呢 买卖双方达成共识 会形成订单 Order 或者是Contract合同 我这里写的是Order or Contract 订单或合同 事实上订单和合同啊 在效率上讲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订单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化的 简易的合同 合同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订单 下订单叫做 Place an Order 叫Place an Order 其实签合同也可以说 Place a Contract 那么但是合同是需要签的啊 就会有这样一个动词叫Sign 一会我们会听一道题 里面会出现这个词 Sign这个单词 它的名词叫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动词是Sign Sign the Contract 那么在签完合同之后 双方就会执行合同 在执行合同过程中 如果有哪些不满的地方 叫Complains 叫投诉 当然也可以立即成抱怨 那么如果投诉和抱怨不成的话 那么就会提出索赔 索赔叫Claims 往往呢 在生产产品过程中 当产品的规格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就要投诉 最终呢 不行就要进行索赔 那么就是Rung Specifications 错误的产品规格 这个单词 形容词叫Specific 名词叫做Specifications 经常用复述 表示跟产品生产相关的 产品方面的一些细节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品规 从Inquiry Order Counter 到 行程订单或合同 Order or Contract 最后到投诉和索赔 Complains and Claims 这就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简单流程 进口跟出口呢 就是反向操作就可以了 完成了 这是第一次的细节 请不吝点赞 这就是国际金 订阅 订阅 这就是国际